我对不住他的 我对不住丞相 你不是还活着吗 你活着 我做梦都能笑醒过来 死了三千兵算什么 我再给你三万 笑一个 雷骨家 让我自个儿去吗 许将军 快去呀 去呀 担心 old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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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者 如同医者 医者 是遗过的人越多 医术越高明 换句话说就是 遗死的人越多 医术越高明 降者 如果不经历几次败战 如何能够知道 怎么去打胜仗 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 百战百胜的将军 只有败而不代 败而易勇 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人 我们八十三万大军 挥师南下 却败于孙刘 五六万军队 为何 我看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最近这些年 我们胜仗打得太多了 冰胶降带 文田武系 轻敌自负 尤其是我 居然连一个小小的苦肉计 都未能识破 这是东吴火公得手 由此看来 我们是到了 该吃一个败仗的时候了 失败是个好事 失败能教会我们如何成功 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取胜 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取天下 一个人要想成事 就得拿得起方向 打仗也是如此 要胜得起 也要败得起 我们 虽受赤壁重创 但是我们的根基 基本非上 天下周军 我们仍然掌握 青 幽 并 记 四个中 我们的城池 兵马 子民 赴税 仍然数倍于孙权刘备 朝廷仍然在虚长 仍然在我们的手中 反观孙权刘备 则不然 危难的时候 他们会抱成一团 同仇抵抗 一旦取胜了 他们就会明真暗斗鱼 就会尔虞我诈 比方说 要是周瑜和诸葛亮 能够同心同德的话 无林道 我们怎么可能突出重危 你们说对不对 对 对 孙刘之辈 先前如此 日后会更甚 总之 他们早晚分裂 早晚必败 对 早晚必败 对 早晚必败 这儿像说的对 什么人 睡着了 怎么睡着了 这些 这是何人哪 丞相 他叫马恒 在我帐下做木兵 马恒 快起来 把他拉出去 算了 算了 不去理他了 我们在讨论军政大事 此人却烂睡如泥 由此可见 他是个酒囊饭带 愚蠢如珠 不肯救养 对 对 军政大事 罪图马恒 恭候丞相 恭候 莫非你猜到 我会前来 是 对 你为何这么想 丞相谈论兵机 诸将听得津津有味 唯独罪徒一人 酣睡如泥 丞相定会来问个究竟 你既不愿意听我谈论兵纪 想必有超凡之鉴 说吧 我愿问其想 赤壁之败 并不是丞相兵骄将带 也非指挥师当 而是天道所致 此话怎讲 表面上看 丞相兵将八十三万 孙刘二军不过五七万人 按理说丞相兵风所向 孙刘本该诉手 可他们身负绝境 却连为遗弃 殊死相抗 为何 因为在天下大半士族眼里 丞相虽然脱名汉相 视为汉贼 而刘备虽然仓首匹夫 却是当今皇叔 是大汉正统 丞相啊 汉室虽衰而未亡 百足大宠 随死而未将 时下 人心仍然像汉 不像曹 天道所致 这就是丞相兵败的根本原因 继续说 制毙之后 天下将飞为三分之士 丞相为一方 独霸于中原 及其北国 孙权为一方 刘备为另一方 他们二人将彼此称雄于江南 且争斗于荆州及其西川 罪徒已为 十年之内 丞相怕是难遇一统天下了 因为丞相要攻流 孙权必相远 公孙刘备断其后 丞相能做的 就是整理军级 啃鞭屯粮 减免税负 复国强兵 丞相只要把中原四周治理好了 丞相就能居高临下 居强凌弱 在三国之争中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十年之后 局势必变 那时 丞相只需举天子练习 前三十万净与南征 定然处处授手 马到攻城 甚至兵不血人 顺其自然 即可听整个天下收入囊中 真没想到 许昌城中 还有第二个人 有此见识 那一人是谁 我 罪徒恭喜丞相 十年哪 天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十年 或许我这辈子 都见不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智者既能奋发不休 就能尽人事顺天命 对酒当歌人生解合 这不是我的诗句吗 正是丞相的短歌行 现在他已经流传天下了 罪徒以为 丞相此事 雄霸古今空前绝后 罪徒对他爱不释手 罪徒对他爱不释手 你真的姓马 我认得这笔迹 你根本就不叫什么马恒 你的真名叫司马仪自重答 罪徒司马仪 拜见丞相 五年前 我就多次听人举荐过你 说你才识抄群 我曾经派人请你来做官 你躺在床上假装贪了 拒不应招 两年后 我又派人去招你 我还下令 如果你不愿意来就抓你 结果你却抢先一步逃走了 最后他们只取回了你的尸文 随后我也多次派人拿你 部署们把中原各州郡 都查访遍了 没想到你却躲到这儿了 在下也没想到 丞相能够认出在下的笔迹 我那是讹你呢 其实我根本就记不住你的笔迹 不过你的相貌 跟令兄司马朗倒是有几分相似 狱中一席话 又见识深远 我猜你就是司马懿 当下断合果然如此 在下若要隐瞒真相 也不敢在牙叔里酣睡了 此话何意 天地之间茫茫茫茫 你就是司马朗倒是有几分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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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司马朗倒是有几分的 你就是司马朗倒是有几分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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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